好看的省市表演 替活動精彩暖場 二十五日市南投傳統市場百年 同時也是南投市 升格縣霞市四十年的日子 市公所特別準備蛋糕來慶祝 我們也希望我們的市場 因為經過多次的火災跟地震 我們也希望未來我們的傳統市場 能夠在我們的努力經營之下 跟代表會的支持之下 能夠有嶄新的面貌出現 那麼我們會在短期 教我們的所有電視線做一個維修 同時也歡迎我們的一些文創的業者 進駐我們的攤販市場 我相信我們市場的拓箱 這些產品店 他們賣的價錢都是很公道的 都是很平價 再受到大家的歡迎 而且我希望市場可以永續經營 大家生意興隆 宏圖大展 公所也安排市場內的老意麵店 發送四百碗的意麵 一早是吸引許多民眾來排隊領取 市長宋淮林與代表會主席張慧琴 以及多位代表更在攤位 進行限時拍賣青菜 便宜的價格是吸引不少鄉親來購買 一百...一百...一百... hard… 非常歡迎,我們這些傳統市場 今天可以逛到一百周年慶 這是非常不簡單 所以這些傳統市場 是陣就已經末漏了 因為現在的賣場 一間一間一直開 讓傳統市場 twelve years to present 賣場有很多的取代不了 也希望我們傳統市場 可以冬山再去 明天會更好 超級市場 大賣場一家一家開 也讓傳統市場的經營受到考驗 但它的人情味 清明的價格等 卻是新興的賣場所無法取代的 公所也呼籲大家 有空一定要來逛逛 看看感受老市場不一樣的氣氛 基爾熊熙腦縣採訪報導